Hello,大家好,我是Audrey 今天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教程 因为我觉得我的频道上 其实运动内容呢也是蛮单一的 基本都是单方面的教程 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真实的平时的一个运动情况呢 是什么样子的 我每天没有固定的一个训练计划 有的时候呢是一段瑜伽flow 有时候是bar,有时候是一些hit 各种各样的都有 那今天呢我就记录了一个 我非常自然的 没有跟随任何其他教程 或者指令的一个自发的flow 然后它其实不是很标准的那种 没有办法把比如说很标准 学院派的瑜伽的那一种练习的方法 套用到这上面 我更多是根据自己 今天身体所需要的一些拉伸 一些力量性的训练去做的一个超级短 也就十来分钟的一个小的flow 然后paper这个flow呢 其实是一段我之前录好的语音 有一些我想跟大家交流的内容 有一些我后台常常会收到的问题啊 留言啊私信 想要回答大家的一些疑问 和一些个人的观点分享 那么这节课你可以 它不是一节课 你看我又说错了 那么这么一个视频 你可以怎么去用它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第一次结束的时候 你就简单坐着泡杯茶 休息一下听一听看一看 或者呢如果你乐意 你可以跟着我的声音 一起去做一个冥想 就是你忽略我视频里做的动作 你可以闭上眼睛躺着或者坐着 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第三种呢就是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去flow 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我这个flow里面的动作什么的 都不是说按照最标准来的 我也没有给大家任何指令 而其中有不少提示呢 是很容易受伤的 是比较适合有很有瑜伽经验的 类型者可以去跟着一起做 当然我相信你们中 应该有很多人瑜伽不念的比我都好 所以我并不是说 哦我这个东西太难了太高级了 你们做不了不是这个意思 是真的在没有指令的情况下 我很没有信心说可以交对你这个动作是怎么做 所以大家可能更多以就是看着我完为主 因为我没有什么观赏 所以就看着我完为主 顺便了解一下我日常 脑子里在想什么 运动的时候在做什么 对这是一个个人的运动记录 加上一点观点分享 好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的视频呢 跟以往的都有一些不同 我想尝试着跟大家 以更深的方式来进行交流 那么我想也许一个 类似于ASMR或者冥想引导类型 Meditation这样子类型的一个语音 配合一些比较舒缓的画面 能够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启发 同时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冥想练习 所以现在呢 你可以放下自己手头做的事情 你可以选择以坐姿或者躺着 听接下来一段话 也可以选择泡一杯茶 泡一杯咖啡 做一些自己觉得很能帮助你放松的事情 然后呢我们再来开启这一个对话 其实今天的这一个视频主题呢 我想做很久了 这个话题呢 我也反复不断的在平时 与大家在留言私信的交流中被提及 被问到很多人咨询我的意见 到底应不应该计算卡路里 如何去计算平时的热量 以及我们运动的目标 到底应该是什么 那么对我来说 我的答案可能相对于很多人来说 是比较激进的 也是比较不同独特的吧 我认为 其实卡路里的计算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你自由的去运动 去思考去审视自己的身体 放下对卡路里的执念 你会活得更自由 我不是说计算卡路里绝对是错的 绝对是不好的 但是对大部分人来说 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健康需要来说 我们没有必要太过于执着 这一个数字 但是这些情况并不限于 比如你有非常迫切的健康需求的一个减重计划 你跟营养师跟医师交流过 你被要求去更加注重自己的卡路里摄入和输出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 不在我今天与大家的交流范围内 我所讲的是 你目前处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体重 你的身体呢也没有任何机能性的问题 需要你去每日计算这个东西 但你仅仅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 自己对于身材的一个目标比较迫切 你陷入了一个对此过于执着的怪圈 那么我想跟大家谈一谈 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一种心态 以及我们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取代 对于计算卡路里的依赖 首先为什么我比较反对过于执着卡路里呢 因为这一个东西还是一个目前尚不非常明确 也没有被研究透的课题 营养学的发展也只是在近代几十年而已 所以我们所谓的突破和成就都只是阶段性的 我始终相信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系统 如果你仅仅想用数字去阐释它 去解释它 那未免也有些太自大和轻浮了 我认为数字有没有帮助 有 它给你一个直观的参考 但它也仅仅只是参考而已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数字奉若甚至 不要把这个数字当成一个结果的百分百的一个直观的翻译 并不是这样子 你运动的结果 平时生活中做的一些活动等等的 它可以被翻译成这一个数字 但是它绝对不是数字所能代表的 你运动的收获也不是仅仅一个数字卡路里消耗所能代表的 这样的话我认为对于我们运动所付出的努力 付出的汗水和收获的快乐 收获的整体的进步 你力量的成长等等等等 都太过于简化了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对于卡路里也只是当成数字来看 参考 那我认为这样对待的方法是相对健康的 只要它不会过度影响你运动的心态 不要过度的去加强这个比较心理 那我觉得问题就不大 但是恰恰相反 很多人开始记录卡路里只是想作为一个参考 记录着玩 但是后面会越来越走入这个执着和拐圈 以至于你哪一次如果没有戴运动手表去跑步 或者去运动 你就会觉得怅然若失 如果没有一个直观的数字给到你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类似于加引号的评分系统 你就仿佛没有了努力一样 那我觉得这可能就走得太远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既然这个东西很容易记录着 记录着变成一个上瘾变成一个头脑中的枷锁 那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我们没有这个营养需求的人来说 不记录它也罢 你也会收获一样好的运动效果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认为我自己因为没有记录卡路里消耗的习惯 而运动效果弱 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相反我觉得因为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真正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是百分之百投入在这个过程里的 当你不为结果而为过程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所收获的幸福感 你所得到的成就感 其实是超乎你之前认知的 比起每天计算卡路里 我有一个更好的方式作为替代 想推荐给大家 在每一次运动之后 记日志的方式 写下自己的感受 其实不用那么的严肃 用每天结束运动后的一两句话 来替代掉那个数字记录 真正反映自己对于这一个运动 身体的感知 头脑里的想法 之后想给自己的一些练习tips 一些新的总结的经验 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 能够帮助你整体运动能力提升 包括你的生活状态 把它变得越来越好的一个简单的小方法 我刚开始运动的时候 其实自己基础并没有很好 但是我在很短的时间内 想要去参加teacher training 也就是教室培训 当时我就是用了这个方法 让自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 整体的力量 耐力 柔韧性等等的 多方面都得到了提升 所以呢 我觉得 即日志journaling 或者即小笔记 这一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 把这些更加深层 感受 作为标准 而不是一个简简单单 冷冰冰的数字 我相信对大家整体的心情 心态 都会有帮助的 所以呢 我想在这里也跟大家讲了一下 如果你记录卡路里 请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习惯去记录 我建议你把它做成一个阶段性的反应 或者阶段性的记录去做 比如说你这一周记一次 或者你过两周 过一个月再去记录一次 但如果你天天记录很容易 就陷入我刚刚所讲的记录卡路里的怪圈 整天去思考热量消耗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自控力极其强大 你每天记录 但是它完全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 你完全没有对它产生依赖性 你也没有因此变得OCD 变得强迫症 那当然是很好的 但其实我们大部分人作为凡人 是做不到的 你习惯性的去做这一件事情 你很难不反过来被它圈套住 被它影响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我认为习惯性记录或者长期坚持 做什么活动 做什么体育运动 必须要记录 这个成为了一种 无意中给自己设置了比较和限制 你一直在跟过去的自己比较 但是作为人 你要这样想 我们没有人 是天生必须每一天比前一天的自己好的 这个在自然规律中也不存在 我们每个人都有状态好和差的时候 有身体健康也有生病的日子 因此作为一个人 你不应该要求自己的运动结果 或者体力消耗 所谓的卡路里消耗 是一天胜过于一天 或者每一天都持平为一个基准的 因为这不存在 这违反我们人类生命运行的规律 讲回这个生命运行的规律 我也希望大家在运动生活的时候 能够更加直觉性一些 能够更加放掉自己 对自己所设置的那些期望值 那些限制 那些必须做 应该做 别人都做 所以我在做 别人都认为这样的身材是好的 所以我追求 放下这一些社会 固有的观念 固有的思维 固有的审美标准 给我们带来的枷锁 我知道我讲得很轻飘飘 而且我作为一个天生 新陈代谢很快 而且家里算是有瘦子基因的人 讲这个话 显得非常的缺乏同理心 或者说非常的站着说话 不腰疼 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信息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 因为当你体会到 放下这些执念的枷锁之后 你会真的自由 这种自由是前所未有的甜蜜 而且也是前所未有的轻盈 当你找到这种自由 你才能更好地找回自己的声音 不再被其他人的想法所束缚 那讲回到 虽然我属于天生 新陈代谢很强的类型 我的体重从高中到现在 其实没有怎么变过 但是我也经历过生产 我也经历过怀孕 生完孩子 产后恢复整个过程 所以我也完完全全能与大家共情 当你觉得身材的一个保持和恢复 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我觉得 我不能说自己完全有过那样的心情 但我非常非常地理解那样的心情 因为我的身材也经历过巨大的变化 尽管我运气总共只增重了9公斤 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 我的整个体型也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那面对这一种不一样 面对这一种身体的巨大落差 其实我也曾经动摇过 想过是否应该执行某些饮食计划 或者是利用一些特殊的运动的方式来帮助自己 但我后来才明白 真正帮助自己的还是你的心念 真正能够帮助到自己的 还是你正视自己和热爱自己的身体 这一件事情 因为正视自己 因为很尊重自己 因为很热爱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去选择了 适合自己的身体的方式去运动它 你选择了去倾听身体的声音 你选择了去尊重身体 去与它非常平等 自然的去沟通 而不是你单方面的强迫自己的身体 做这个做那个 消耗这个燃烧那个 这就是为什么 其实每一次我给自己的视频取标题的时候 我也非常的纠结 我很不想用一些比如瘦身 狂瘦二十斤这些带有瘦字 或者说带有明显身体目标指向的词汇 因为我不希望大家觉得瘦的身体才是好的 我认为在你现在的基础上 健康的有力量的有活力的身体 就是最好的 我认为这是好过一切 人家跟你说的高矮胖瘦的重要性 所以我会有意识的避免这个词 那有时候无可避免我会用一些燃 但我用的燃 我不是指大家要燃烧掉多少多少的卡路里 或者多少多少热量 我指的是燃到你的身心 给自己带来一种有燃烧的热情 那样子一种很快乐的感觉 而不是单只我们应该以某一个体重 或者某一个卡路里消耗作为目标 对 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最最主要的东西 关于运动和数字 关于这个数字给我们的头脑所带来的影响 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种影响 我给出的解决方案也许听上去过于直白简单了 就是不要去想那么多 专注当下感受 也许你乍一听你会觉得 哇这好简单 这真的就那么容易做到吗 当然不是 也许乍一听你会觉得 这个听上去真的很站着说话不要疼 这个其实非常难做到 没错 每一个习惯的养成和习惯的打破 都需要我们非常有意识的重复性的去练习 那么如果说你没有任何运动的习惯 那么你需要重复性的练习 去建立这一个爱好与习惯 那相反的 如果你是过于对于身材有执念 过于对于卡路里消耗有执念 甚至于你曾经有过饮食障碍 身材焦虑非常严重的现象 都没有关系 你都可以从今天开始 试着重新建立对自己身体的信心 试着重新建立这种与身体对话的耐心 注意我所说的 与身体深度对话的耐心 这种深度对话 是你要倾听它的每一个细微的声音 而不是只是要求它给你反馈 一个简单直白的数字而已 你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你 我也相信我自己 我非常理解 如果你听了这个视频里所有我讲的话 觉得完全是一派胡言 完全是不值得一听的内容 那我也会尊重你 我觉得也很棒 你可以把你的想法 在留言区 在弹幕里跟我交流 如果你听了这个视频 觉得它对你有一点点启发 或者引发了一点点共鸣 我也非常希望听到你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在这个世界上 比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更加重要的事情 我尊重每一个你们 也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支持和尊重 真的很感恩有这一个平台 能让我们分享在这一个运动路上 生活中等等等等 或大或小的事情 每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运动 已经对我来说是太荣幸 太感恩的一件事情了 真的非常谢谢大家 我的目标呢很简单 就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一点点的快乐 自信和自爱 使这个世界稍微变得更好一点 One workout at a time 谢谢大家 怎么样 看完了这一个小小的十几分钟的运动的记录 和听到了我的观点之后呢 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这一个概念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我非常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或者在弹幕里跟我分享你的看法 哪怕我们的观点完全不同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求通诚意 我们不是要完全同意彼此 而且我也不觉得我说的就绝对是对的 我一直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的观点其实我也很在意 我也很想要倾听大家的想法 所以我希望这里能够变成一个很有爱的 互助互动的一个社群 我们都可以互相分享彼此最真实的想法 因此我认为我做的并不是什么单方面的观点输出 无论是我的教程还是像今天这样的那种聊聊天啊 随便做做运动视频 我都不想做那个单方面输出的人 我希望我们是始终保持着互动 我也从你们身上真的都学到了很多东西 也从你们的分享中获得超级多的灵感和启发 我希望你们能知道这一点 我非常感激你们的存在 也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愿意不令和我分享你们的真实想法 好 那我们留言区见吧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